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来欢迎来到密度阵线 这一期我们讲一下这个欧洲的事情 那么欧洲的经济呢正式进入到长期的一个停滞状态 而且呢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飙升的经济萎缩以及通货膨胀 那么几个数据都已经出来了 昨天呢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了 德国它的次五月份的通胀是创纪录的7.9 那么刚才呢法国呢宣布了它第一季度经济是萎缩的 英国宣布呢今年冬季要对六百万户家庭限电拉闸 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欧盟又很牛逼说这个 对俄罗斯三分之二的石油禁运 对吧禁运 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涨到一百二十二美元 又是涨了大概有个十几十几美元 那么现在导致呢国内的这个油价也飙涨 你比如说现在九十五号汽油 九块五五毛五 对吧 九十三号九十二号汽油八块九毛多 每桶分别涨四百多和三百五十万 那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经济被他们这种傻逼的蠢驴式的这种政策给搞砸了 而且德国我说过他不停的在这里施加中国 施加中国说什么新疆了什么叫德国大众不要不要在新疆投场 德国大众说我就在新疆投场那怎么样呢 我不会离开这个香菠菠的 我们在这头上是改善当地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整个目前啊 这个这边的情况啊 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啊 那么现在呢 俄罗斯军队已经攻陆了这个北顿尼斯克 就是北顿已经被他给占领了 已经占领了啊 然后呢 再往西面推啊 就目前这个状况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要跟俄罗斯总统在土耳其谈判 又要开始宣布谈判了 现在他都是处于一个敛财的一个时机 我们来看一下啊 俄罗斯外交部欧盟对俄政策严重缺乏常识 因这种短视欧洲企业正蒙受巨大损失 俄外交部副部长伊夫根尼伊万诺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 欧盟对俄政策严重缺乏理性常识 由于这种短视行为 欧洲企业遭受了数十亿的损失 伊万诺夫称 欧盟对俄政策严重缺乏常识性和合理性 而至于俄罗斯人 欧盟领导称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关键和合法权益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的整个欧盟的那些企业跟公民啊 损失巨大 十亿欧元就蒸发了 没有了 我们再来看 欧盟同意对俄罗斯三分之二石油 部分石油禁运 管道供应石油 在例外 欧盟峰会三十日在布鲁塞尔召开 当地时间三十日深夜 欧盟方面宣布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就立即部分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达成一致 欧盟方面表示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当天就对俄罗斯第六轮制裁达成一致 将立即对用海运方式从俄罗斯输入欧盟的石油实施禁运 这会涵盖超过三分之二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 通过管道供应的石油暂时例外 此外 在今年年底前 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将削减90% 以减少俄资金来源 制裁方面还包括将俄最大银行 俄罗斯联邦储信银行 排除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系统之外 禁止三家俄国家媒体的新闻信息产品 以任何形式在欧盟落地和传播等 本月初 欧盟委员会提交了第六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提案 包括今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在16日举行的欧盟外长会上 因匈牙利反对 提案未获通过 而在三十日当天的峰会召开前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再次表达凶方立场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 而这都是欧盟方面造成的 匈牙利的立场很简单 因为能源是一个严肃问题 这不是小孩子的游戏 是的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意味着我们首先需要解决方案 然后才是制裁 那么大家想想看 你欧洲不是在自断经济吧 我就搞不懂 那么这些傻屁他都不会算账吗 是 你现在是禁止了俄罗斯的石油 但是这个石油价格在飙涨 你禁止它的石油 但是欧佩克加俄罗斯这个机制 他们不增产石油 原因我说的 我反复都讲过了很明白了 不增产石油就是目的 大家达成一致 削弱你 欧格罗斯克逊体系为首的西方制度 西方体系削弱你 没错吧 那俄罗斯的石油 你是不进口 但是你不进口 你只要不进口一桶 价格就往上面涨 你不进口两桶就往上面涨 就是这样子的 对吧 原来我看这个一桶是在一百零几美元左右 现在飙到一百二十几 下一步还是在往上涨 涨到一百三一百四一百五 对啊 俄罗斯他还是在挣钱 我的量可能对你的量是少了 但是我钱没少挣啊 我说过俄罗斯打仗到现在 他宣布 他的政府是有盈余的 第一季度有1.1万亿卢布的盈余 他现在给俄罗斯能加10%的工资 加10%的养老金 加10%的其他福利 保障 就是那些社保什么的 加10% 全都在加钱 这钱哪里来的 不就是你们欧洲送给他的吗 对吧 然后你是说要禁止俄罗斯石油 但是我说我这都是在演戏 为什么 现在从俄罗斯码头出来的这些石油 我们要记住一句话 伯雷利讲的 欧盟的这个外事主任 伯雷利讲的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没有权利去限制俄罗斯 向第三方出口石油 这代表什么意思 老兵现在 我是当船东的 我搞一艘船 我上面挂了巴拿马国旗 我巴拿马国旗 我在这个俄罗斯港口 运这些桶装石油 对吧 我运这些桶装石油 我运好以后 我开到德国汉堡港 我卸下来 不好意思 他挂的不是这个俄罗斯石油 你不能制裁我 我没有违反制裁 我挂的是巴拿马石油 这就是他所谓的 他们没有权利向第三方 禁止俄罗斯向第三方出口 那这不就玩了吗 这就是白左的游戏 既当了英雄 又他妈的挣了钱 对吧 但挣了钱 他以这样的石油的 这种标准的价格 他们这些大企业都在这里 正正的这个暴力 谁出钱 自己国家老百姓出钱 他的政府 不是想着怎么样的老百姓 过上幸福的日子 而是想着怎么样从你头上 利用你的劳动 来替他服务 为他们的家族跟私人在这里服务 这就是白左的套路 好 你还说俄罗斯的什么管道石油 这个不禁止 管道石油不禁止 套路很明确 我管道石油 打过的石油 比如从匈牙利这边进来 对吧 打到这个地方来 匈牙利作为一个窗口 我分发给欧洲其他国家石油 对啊 然后他们说什么 我欧盟 我所有的国家都禁止了俄罗斯的石油 都对俄罗斯的石油说no 但是匈牙利 它作为一个窗口 它在接收俄罗斯的石油 那我从匈牙利这边管道里面 我分出来石油 可以不 管道石油跟轮船跑的石油 价格是不一样的 管道的天然气 跟轮船运的天然气 价格是不一样的 你说这玩的都是他妈文字游戏 把他妈那些欧洲老百姓 耍了转转转 又天天牛逼得很 你看我们这么艰苦 我们还是对俄罗斯不虚不挠 然后讲一个叙述故事 搞他妈大内宣 多牛逼啊 你看我们对俄国人这么牛逼 对吧 你看打到这样 我们还没有屈服 然后呢 再配合那些假新闻 为什么不允许俄罗斯的电视台 在欧洲落地生根 不能在这里进行传播 为什么 因为我说过俄罗斯有大量的战地记者在现场 那总不会是假的吧 实时摄像机举着 或者在YouTube上面被封掉 YouTube他在那边开着直播 他在那边打着 看到乌军被炸得稀巴烂 那这个总不会是假的吧 这东西不能在欧盟播 因为在欧盟播 民主就输给了 民主就输给了 威权 那对政府是不利的 但这一套东西 欧洲那些其他那些国家都了解 但只有像瑞典这种北欧这种傻逼国家 他不了解 瑞典跟芬兰 他们要加入北约的意思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他们被这些新闻 耍得传传转 他们自己 民众自己愿意去相信这些新闻 他们认为 现在俄罗斯节节败退了 乌克兰已经达到了俄乌的边境 现在你在欧洲看到新闻 跟咱们了解的新闻是不一样的 你现在YouTube上面英文频道 你是不能够去播报 而俄罗斯这个战况 俄罗斯比如说胜利了 或者说推进了 你是不能够播播的 大家明白吧 不允许你播报 那 就这样 他的这些芬兰瑞典的民众认为 已经要把莫斯科给打下了 他们要参与瓜分俄罗斯的这一天 到了 这是他们的想法 就是这帮人 他现在还是这个想法 你认为这种脑子的民众 你觉得他有多聪明 你觉得他有多牛逼 你觉得他能思考些什么东西 他什么也思考不出来 我跟各位讲 今天为什么欧洲的这些民众 这脑子这么傻逼 就是因为他们用的教材 跟我们国内现在被举报出来的 毒教材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知道这种毒教材 对民众的危害有多严重了吧 就是让你这个国家老百姓变成傻逼 这个教材你去看欧洲教材也是 他也是在那边画了这些这么难看 丑被垃圾的 然后在课文里面给你搞那些LGBTQ的东西 那你都变成脑残 都变成脑空 只知道他妈的无节制的性 无节制的输出 无节制的 拘着屁股 然后你去看 现在这些白左国家 或者白左控制地区 尤其是像 比如像Facebook MyTi这种公司 它的公司文化是什么 大家就是留下来 开杂交派对 喝酗酒 抽那些东西 嚼那些烟叶子 飞烟 对吧 就是干这些东西 这是他们的文化 现在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没办法弄 你这个欧洲你已经被毁了 你摸卡弄进来 这么多的那种黑不黑 灰不灰的 这种宠物 对吧 他们在整个日耳曼地区 对德国 对法国 对北欧的女的 都被他们给弄了 都被他们给弄了 三通 全都被他们给弄了 然后 他们的脑子就变成那样的 脑空一族了 我问各位讲 人重于过度 过度 比如说你他们天天喜欢出去嫖娼的 你的脑子 就是他妈的像傻逼一样的 知道吧 真的 这个东西 适考而知 但是他们没有这种节制 所以说你看 他这个整个欧洲 他就变成这么傻逼的一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数据 这个法国 这是跟法国有关的 通胀飙升冲击 法国第一季度经济萎缩 5月31日点 巴黎 法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显示 在通胀飙升冲击下 国内今年首季经济萎缩 法国将在不到两周内举行重要国会选举 这使得马克龙面临更多选情风险 法新社报道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及经济研究局 国内今年前三个月经济萎缩0.2% 而家庭支出下降1.9%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阻碍欧洲经济成长 并引发通胀压力 致使消费者减少购买各式商品 而消费是法国经济重要的动力 由于法国经济表现疲于预期 大流行期间 经济衰退后的强劲反弹也宣告终止 这对上月才成功连任总统的马克龙来说 将对其国会选情构成挑战 法国经济萎缩 德国经济萎缩 英国经济萎缩都在萎缩 滞上长期停止状态 就这么来了 各位 而且还有一个消息 我跟各位来讲讲 欧元区 这个标题叫做欧洲央行坐不住了 为什么 欧元区将于下半年告别长达八年的 什么呢 近日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向外界透露 在当前货币政策面临多重挑战的背景下 欧洲央行将于七月开始加息 并很可能于第三季度结束前退出负利率政策 这一关键货币政策调整信号的释放 引各界广泛关注 在外界看来 这是欧洲央行首次对外发出明确的紧缩信号 退出负利率政策 意味着欧元区将告别长达八年的负利率时代 经济复苏势头放缓 增长前景暗淡 欧洲央行今年面临千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蒙上了一层阴影 欧元区不行了 明白吧 欧元区都开始加息了 欧元区都开始玩加息游戏了 跟美元一样 都他妈变成废纸 现在最硬的就是他妈卢布 卢布他妈是 我说过是普京穿上的金裤衩 而你欧洲就变成他妈的 这个底裤被扒了 得那个美国 美国他妈掰的老头裤 前后烂了两个洞 这是他的裤衩 所以说你觉得今后会发生什么 而且他们现在还这么傻逼天天跟中国牛逼 牛逼好了 谁靠谁啊 对吧 所以我说过 现在这个欧洲啊 彻底玩玩了 能回来就回来吧 感谢各位收集 我是老贝纳 谢谢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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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